不要老是挣在我前 不然人家你为你才是老大 周兆龙应该是香港最有排面的反派 打过李连杰 揍过真子丹 踹过成龙 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拆台 这几个人没一个有真功夫 在电影圈没有一个人是真功夫 直接我们已经习惯了打这一种东西 并不代表我是真功夫 没有听讲 陈梦 李连杰 真子丹 没有一个是真功夫 直接我们习惯了这一套东西 并不代表我们是真功夫 有真功夫的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在山上 修行 真的 我看过 1967年 周兆龙出生在台湾省高雄市 家里12个兄弟姐妹 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当然无法养活13个孩子 就把周兆龙的哥哥们送到了孤儿院 为了不给母亲增加负担 从6岁起 周兆龙就在隔壁的雕刻店当学徒 9岁时又转去面包店打工 面包店附近有个国术馆 周兆龙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躲在门外跟着学 后来被一个好心的大哥哥发现了 让他进来免费学功夫 这一学就学了三年 12岁周兆龙到台北投奔哥哥 哥哥当时在剧组当武行 周兆龙在台北一家面包店 继续当学徒 有一天他去剧组找哥哥 当时现场正好缺个女孩子的舞梯 瘦小的周兆龙于是被导演挑中 后来周兆龙的表演 远超导演组的预期 对方一高兴付了他1200块台币的片酬 那时候的行情是小武行900块 大武行1500块 而他在面包店一个月才能挣9000台币 周兆龙觉得自己有当武行的天赋 当天就回去把学徒的工作辞了 此后周兆龙开始了跑龙套生涯 不过这种工作是不固定的 剧组如果缺武行会给一个大厦打电话 谁先接到电话谁就有活干 所以周兆龙每天五点钟起来 守在电话旁 这一干就是六年 在片场的日子里磨练了他的演技 也教会了他人情事故 他说娱乐圈是很功利的 如果级别不够 不要随便约人家 后来哪怕他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反派演员 他也从来不主动给导演打电话 除了袁和平 18岁那年 他是肯干 基本功扎实的周兆龙 被一个名气不小的制片人 推荐给了洪金宝 洪金宝也很喜欢他 于是邀请他加入洪加班 就这样 周兆龙开始了他的港漂生涯 1985年 周兆龙要去服兵役 洪金宝对他说 好好当兵出来后 我把你带到香港去 洪金宝说话算话 周兆龙还在部队时 他就拟好合同寄了过来 洪金宝很看重周兆龙 堆了很多资源来捧他 但三部电影主角演完 要颜值有颜值 要功夫有功夫 要身材有身材的周兆龙 怎么都红不了 直到他在第四部戏里 演了一个反派警察小伙了一把 制片方一高兴 他的邀约雪花般飘来 周兆龙就开始了他的坏蛋生涯 到了1990年 周兆龙的片酬 已经涨到了一部戏四五十万 一年接三四部 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 他最得意的时候 一年换了五辆车 整个衣柜都是名牌 只不过那些名牌 他一个都不认识 后来香港是大模特之一的 温慧德来剧组丸 被他吸引 两人洗劫连理 这样爆发户的日子过了三年 周兆龙逐渐对每日重复的工作 产生了倦怠 到了1994年 周兴驰邀他演酒品芝麻冠里的 常威一角 周兆龙对自己反派角色固化的厌恶 已经到了顶点 就拒绝了 直到洪金宝开口 他才愿意 后来他和成龙演对手戏时 成龙的脚受伤了 他就提议给大哥当替身 大哥说 这次用了替身 下次我还会忍不住用人 就慢慢废掉了 这番话对周兆龙的触动很大 1999年 周兆龙放弃了在香港多年 打拼出来的事业 来到美国大学念书 他从小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他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这一年周兆龙30岁 周兆龙拍戏有个原则 在国内当反派 被怎么欺负都行 到了国外说什么 也不能演反派 我在内地 在华人市场里面 你找我做反派啊 或者什么 无所谓 大家都是华人 对对对 但是在这里 对不起 你是黑你是白的 我就不可能在你这边做反派 华人在各地 尤其在美国 一直在树立自己很好的形象 是的 啥 推给你 用盆包嘛 但是你破坏了多少人 努力塑造 中华民族的形象 就这么一件事 你就把它破坏了 艺术不分贵贱 但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来践踏 我们的民主 嗯 我就不可能 接受 2000年 袁和平在黑客帝国里当五指 听说邹兆龙在美国念书 就打电话 让他过来帮忙 一听是这样的大戏 邹兆龙激动得难以自已 恨不得让对方直接把合约送过来 收到剧本后 邹兆龙随便翻了翻 确定角色不是反派后 等到第二天 人家上班时间 他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 过去答应出演 值得一提的是 邹兆龙的中国功夫 震惊了沃卓司机兄弟导演 录下了邹兆龙的功夫 作为回报 他将享受黑客帝国系列的永久分红 现在这部片的收益 已经达到了20多亿美元 邹兆龙透露说 他拿到的分红 比他的片酬要多得多 即使他去世了 他的子女也能继续收到钱 如今 邹兆龙已经取得了世俗上的成功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人生 会发现 他其实不是天赋型的演员 甚至起点比绝大多数人低 他能走到今天 全凭两个字勤奋 武行里有这么一句流行语 秀才读十年书就出来了 当武行要熬20年才能出头 而他没有被这句话吓倒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走到了今天 在台湾省时 他就因为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 被三个剧组哄抢 同样被他的工作态度打动的 还有红金宝和袁和平 后来来到香港 他当不了主角 就踏踏实实地当配角 然后爱情事业双丰收 30岁放下一切去美国学习 结果成了好莱坞明星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越努力越幸运 这句话绝不只是句心灵鸡汤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洞见人物 喜欢我们别忘了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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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atac 转发 打赏見称